欢迎各位来到 火眼晶晶答题事件 正像杨宇老师一开场所说的那样 欲除了运输 作战有关联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隐身的含义 就是怎么治理和管理国家 由于简短的话来说 就是智勇首权 好 依照老规矩 我们由我们的国学少年表演出题 掌声有请他们 念奴将 赤壁怀骨 送苏式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 忍物 顾给西边 忍道士 三国周岗赤壁 乱石穿风 惊涛拍案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那种激情澎湃的样子 我都舍不得打断它 你朗诵着朗诵着 我就生怕太激动了 把我们都给朗诵飞起来了 你知道吗 谢谢三位小朋友 这次抢答的形式呢 你们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刚才讲的 玉是驾驭马车 现在驾驭的是什么呢 乒乓球 梁远你是打乒乓球的吗 乒乓球打得怎么样 那当时我们学校那里是 第一名 掌声鼓励一下 在你们面前有一个鱼缸 你们从起点线出发 拿着乒乓球拍着 拖着乒乓球 谁先放到鱼缸里 谁先回来按一下抢打器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来 进上前一步 三 二 干嘛 你怎么干嘛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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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考虑 三 二 一开始 哎呀 我进了 我进了 好 去两人 好 真的是 请看 第一 念无交 赤壁怀骨是宋代文学家书士的代表作 也是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词描写的是赤壁之战 下面哪位人物没有出现在赤壁之战中 A 终于 B 孙策 C 刘备 D 曹操 我的答案是B 孙策 孙策 我们来看一下证据答案 我的答案是B 孙策 孙策 我们来看一下证据答案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题 请准备 三 二 三 一 开始 一 开始 准备 三 一 开始 准备 请看题 书士在念弩胶势必怀骨中提到羽膳观金谭孝间强弩 飞飞烟面 雨膳观金形容的是下面哪位历史人物 请答题 我选择B周瑜 B周瑜 请看证据答案 B周瑜 回答正确 我每次都在这个房间都文武双全的那种 智勇双全的真实 哇 苏士其实写这个赤壁淮谷 它游览的地方 并不是当年孙刘联军和曹操打赤壁之战的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可能去湖北 咸宁是现在还有个地方叫赤壁 那个赤壁就是当年赤壁大战的地方 而苏士是被贬到湖北的黄州 他就误以为那就是当年赤壁之战发生的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叫赤壁 但是正因为这样一个挺美丽的误会 他给我们的文学是留下了这么一首淋漓慷慨的千古经典名作 这就是苏东坡的风格 你看他特意加了一句叫 人道士三国周郎赤壁 就是他并非不知道 所以苏士的性格是什么 旷打 很多事情无所谓 不给你较子 但是他要表现他那个胸怀精神 开始 我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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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 现在驾驭的是乒乓球 这真是 真是 真是 好 镜头 请开提 夏列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中 哪一个发生在三国时期 A 关渡之战 B 肥水之战 C 木野之战 D 巨鹿之战 我可以选择求助吗 这么简单 可以选择求助 当然 这个求助环节 李国士 应该是A关渡之战 其实这道题 我是知道答案的 只不过 就是李国士 答应在最后一场的时候 跟我结盟 就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我这场的时候 要叫他 原来他们之间 有这样的一种 共谋关系 但是规则是允许的 好 请看正确答案 A关渡之战 接下来第四题 开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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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对不起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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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齐玉会跑到我后边去 所以一转身不小心撞上了 特别过意不去 齐玉刚才摔倒了 但是梁元想扶你起来 他后来放弃了按抢达器的机会 回过台向你道歉 当时挺突然的 我整个人都没反应过来 其实不愿去良缘 但他还是一个劲儿向我道歉 我们为了平复一下齐玉的心情 我们平安 给你轻唱一段好不好 好 庆元春长长 谢谢大家 浪额飞着 谢谢 也给我们的祈祢加油啊 好 第四题请看题 舒适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气势浩大 可见舒适旷达的心境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首词 也提到了风流人物 全句为属风流人物 环看今朝 请问这首词叫什么 我的选择是A 你选择的是A 清元春雪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清元春雪 给我考定 开始 哎呀 差一点点题 差一点点而已啊 好 梁老元 请看题 三国演义中的赤兔马是马中的黄者客日行千里 还能夜走八百 非超凡之人不可遇 他曾 四亿起主 请问他的第四位主人是谁 这道题我觉得 第一个主人是董卓 然后他给了吕布 然后吕布死了之后又给曹操 5秒钟之内给我答案 关羽 C C 好 正确答案是 C 关羽 好 请准备 三 二 一开始 又是董卉 最后一题 请凯提 万事俱备 是 浅东风 出自三国演义的哪一个故事 A 火烧博望坡 B 火烧星野 C 周瑜定计火攻曹操 D 青梅竹酒润英雄 C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参与我们少年国学派的所有少年 都将获得由小天才电话手表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正确答案是 C 周瑜定计火攻曹操 那么六题呢 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公布我们这六位少年当中的前三位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恭喜 朱博恒 许良元 和陈兴童 恭喜这三位少年 每人会获得三枚国学公益勋章 好 最后答案 接下来我们排上的这三位少年 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